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你跟诸佛如来有什么差别 一丝毫差别都没有 差别在哪里呢 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是情指 你放不下你迷了 情叫迷情 没觉悟啊 这物料这迷情就转变了 就变成智慧了 为什么断不掉呢 你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久了 只要这个东西不断 你就出不了六大轮回 念佛也不能往生了 这是从礼上讲 可是事上讲呢 情之很深的人 只要你一句佛号功夫得烈 你把他压住 他不起作用 这在什么时候呢 灵命中是最后一念 你能扶得住 那恭喜你 你叫代业往生 就是带着你的情之去往生 另外一个就是烦恼啊 贪嗔嗔痴吃满意 这烦恼 一个情之 一个烦恼 这两样东西 让你在六道里头 长戒轮回 轮回是什么 祖梦啊 勇家大士说的好啊 梦里明明游流去 绝后空空五大千啊 现在阔学家也明白的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这些东西不是真的 全是假的 他是怎么 为什么会限这些问题呢 这个宇宙舍法界 一正庄严 为什么会限这个境界呢 迷失了本性 那本性里面的智慧 德相 产生了变化了 这一迷 智慧就变成了烦恼 变成了情之 那德行呢 德行就变成了造业 造这个善恶业 燃进业 造业了 向好呢 向好就变成舍法界 变成六道 变成三土 变直了 不是不起作用 作用变直了 一念觉悟 他就回归到 正觉 回归正觉 就是舍宝图 舍宝图里的 一正庄严 换一句话说 就是极乐世界 就是化脏世界 这段事情 总得搞清楚 搞明白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知道佛法 在事出事法里头 无比的殊胜 我们这一生当中 有幸遇到 不时容易死去 开尽机上说 百千万劫 难遭遇 我们是百千万劫 今天遇到了 也是彭上身说的 他说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 一桩事情 被你碰上了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 我们遇到了 遇到了当面错过 那就太可惜了 遇到了应该怎么样呢 这一生当中称佛 我们没有本事 把其心动念分别执着 一下放下 咱没有这个本事 没有本事 遇到这个法门行 老是念佛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的情职 烦恼 扶住 就行了 那他不要你 不叫断 断太难了 我这一句 这个阿弥陀佛 能把情职 跟烦恼扶住 就是中文的 大德常讲 不怕念起 只怕怯持 念头起来 不怕 第一个念头 情职起来了 烦恼起来了 第二个念头 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念头换成 阿弥陀佛 也就是说 只许你有一念 不许有第二念 给诸位说 这叫念佛 念佛不是念的 佛号念的越多越好 不是这个意思 阿弥陀佛就是叫你 把这个烦恼吸气 把这个烦恼吸气控制住 时时刻刻有紧急性 念头才起 马上阿弥陀佛 就不要想他是 但是下年我念 不什么念头都不要想他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 这就对了 换得要快 佛字化 第二年又是清智 第三年又是烦恼 念念就迷了 这叫真正会念佛 念佛是怎么个念法的 不能不知道啊